歡迎大家來到彭城的生活頻道 海外生活篇 又見到他又見到我 就知道我們一定是講加拿大 沒錯 加拿大中文電台的著名節目主持陳定邦邦 喂 怎樣啊 邦你好嗎 不要加著名 行不行 你做了這麼多年 多年不代表著名 是的 不用這麼謙虛了 喂 你說這麼多加拿大多倫多 另外的一面給大家聽 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時有些意見都很尖銳的 我知道 需要回應嗎 你有空回應 也要的 我需要在這裡回應嗎 說吧 說吧 不是 我說真的 需要回應嗎 回應一下 是不是 回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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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就 在片頭開始說 講明講壞話 不講好話 這個已經離身了 第二呢 我有些地方沒有確認的 譬如地鐵那裏 如果是黑線呢 我知道它建好一個站 嗯 但是我還未確認過 因為我已經不坐地鐵 我也不知道 那個站是開了還是沒有 但是是建了上去的 我試過上網看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告訴我 是開了還是沒有開了 所以我只能夠找到 要回應一下才知道 是 那你記住了 是嗎 另外一件事就是天氣方面 天氣和心情是一樣很主觀的 嗯 那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不冷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冷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熱 這樣是不熱 其實很簡單 我們科學化一點 今年開始我幫你記錄下 今年下了幾場書 今年最低氣溫到幾度 然後上回靈上之後 是哪一個日子 我記得這三件事 OK 可以了 好可以了可以了 但沒有這樣 待會又激傷了 身體不太好 不不不不不 雖然加拿大看醫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 交這麼多稅 其實看醫生 都免費的 大部分都 是嗎 你交這麼多稅 享有這個福利 其實這件事 也是吸引很多人來到加拿大 是其中一個賣點來的 你住了這麼久 其實你覺得這件事 當然是好 但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說說 免費醫療有利有利 當然是你大病的時候 你做手術 譬如你這麼不幸癌症 這樣才算 你現在聽到很多藝人 明星他們說 拿籌錢醫癌症 尤其是化療很貴 香港是嗎 是啊 其實醫癌症很貴 其實在香港很多病都很貴 是啊 應該這麼說 在香港你看專科醫生都貴的 貴 這邊全包了 手術也包了 譬如這麼不幸癌症 化療、荒療 那些全部包了 是吃那些藥呢 我看到貓貓 是啊 是吃那些 吃那些藥就包了 我一聽到有病 他立刻要走開 即是走了 是 我看到他之後 我以為我後面有東西 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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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藥就不包了 當然是醫藥分家 在加拿大 分家 分家 藥都挺貴的 不過如果你有份症職 如果有醫療保險的 藥那裡通常大部分都是包八成左右 嗯 所以其實你在這邊的醫療負擔 還有很多老人家常用的病 或者你有些慣性的病 去到一個年紀 老人家年紀包了 就是政府給的 政府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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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整體來說 你不會擔心自己沒有錢 醫治自己的大病 嗯 譬如我選擇 不要說別人的蒙茶茶 我先說自己 是 譬如我都入過幾次醫院 我一號自己沒有給過 那些手術 專科那些 你如果出去找醫生 我做過一次眼底手術 香港我想很貴 眼底脫落 哦 OK 即是視眸眸脫落 是嗎 視眸眸脫落 穿洞加脫落 哦 那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弄傷眼睛 發現到的 如果我不管的話 那病會盲的 是 是 那我很幸運地找到 又很幸運 醫生介紹了一個 挺好的眼科醫生 給我幫我做好手術 到現在 穩定了 我也不太肯定 我現在還在找另一個眼科 去跟進我的個案 嗯嗯 還要找醫生嗎 因為 又要說回頭了 因為我看醫生 首先幫我做手術 那個醫生回流回香港 哦 第二 就是幫我看眼科的專科醫生 退休 嗯 要反過來說 這裡的醫療制度免費 例如我講安省 我們安省用在奧協的 Ontario 它的免費制度是這樣的 首先第一層 就是要找一個家庭醫生 去看你的症 普通病症 這是第一層的 新移民現在來到 有點難找醫生 因為為什麼呢 舊那班老牌醫生 做了二十多年那班 已經有一班固定的客人 已經夠了 看不及 所以那班不再接生症 噢 不接生症 是啊 所以你現在來到的時候 只有兩個方法 新的那些 你一天找新醫生 第一 一天你住比較新的區 有些醫生走過來這裡 開診所 你就可以 他說要簽你了 你就去簽他 嘩 原來要先來找醫生 現在 是啊 因為他不簽你 就像藝術家那樣 是啊 真的有意思 你是無主孤魂 你只可以去一些叫做Walk-in Walk-in就是 輪流有一班醫生在幫你看 但是你沒有固定醫生幫你看著你的症 你的檔案都在 是的 但是你變成無主孤魂 還是你有什麼事 需要跟進去找醫生 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第一件事找到一個家庭醫生簽了你 嗯 你是我的症 你是我的病人 我以後呢 就幫你保持記錄 保持記錄 保持記錄 這是第一集 是的 但是難不難找 但是這些新的醫生 老實實來到人生路不熟 我怎知道哪些已經不再修正 哪些是新醫生 阿邦 如果華人區 有很多 譬如你住在很多華人聚居的地方 那些區的舊醫生 很多都不收新證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譬如你要真的上網搜尋一下 你那區有什麼華人醫生 即我們華人說中文 簡單一點 嗯 那你就逐間打去問 嘩 有時候你幸好問到 這麼巧他有位置給你 他就給你了 有時候有些醫生 譬如我看開那個醫生 我看了二十幾年了 他在加拿大做家庭醫生 我想都做了三十幾年 嗯 那他已經的客路穩定到 是缺絕地所有新客是全部不收的 喂 那不是有醫者父母心的嗎 是不是呀 有這麼多人等著 都不醫啊 那些舊醫生 別人的經驗老到 蛤 他看不及了 他都不想的 太多太多需求 太多需求 有時候這些人 我們這些年紀大了 很多古靈精怪疾病 要有很多跟進 變成他其實 我去看七醫生 告訴他看家庭醫生 我起碼等兩個小時 起碼 現在要這樣嗎 那些多症的醫生 就會起碼等兩個小時 嘩 嘩 所以這裏 還有這裏 這裏的看醫生是要等的 這裏很多時間是等的 你不要想像香港打針 五快走的那些 都不是的 現在香港看醫生都要等 不過你說在加拿大 普通家庭醫生要等兩個小時的話 就真的要給多些心理準備大家 這裏真的 因為 以為去到加拿大很多時候 醫療這麼好 大家都說 在香港 尤其是你看公立那些醫生 你就算拿到一個約定 去到醫院 就是看普通家庭醫生 等幾個小時是很平常的事 等專輯要等幾年以上 這裏更加是很平常又是經常都會發生的 但我猜不到剛才你說 在多倫多同樣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並不罕見 如果你找到一些新醫生肯收你的就好了 嗯 是 找不到也要慢慢找的了 找不到也要找的了 是的 現在先講心理準備 好了 我找到家庭醫生 看完醫生就買藥 這些都是一般的做法來的 一般的做法來的 如果 譬如說 大家看一般的 大家看專科 好像剛才這樣說 香港真的要用年來計 去到等待一些專科的診治 Toronto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 在多倫多第二陣 就是你的家庭醫生 通常是看你雙方感冒咳的 簡單的 之後他就會彈你過去專科 他會直接給你的檔案 通常就是他介紹他認識的 和熟悉的專科給你 合作那些 對 我眼睛的就去眼專科 腸就搶專科 心臟心臟專科 再去到那一陣的時候 就要等第二次了 那要看專科醫生 這裡的專科醫生有很多症 又是排很久的 其實看看你的症是否急 但是我 剛好我的經驗就是 以我所知 我自己幾次的症狀 都算是急急的 不用等太久 但是譬如今時今日 我現在再找一個眼專科 想幫我跟進我這隻眼的事 眼專科已經沒有再叫我了 沒有再叫你 我已經約了兩個多月了 哇 我要再打電話去找那個眼專科 說我想拿一個職業 可能像你所說 要等半年一年 現在都要等半年一年了 現在都要等半年一年了 以前其實很多大病的專科 都是說要等 譬如你的手術不是很緊急的 說等半年限定 真的 我還以為好過香港 不過都好一點點的 我想那個需求也太大 等半年 大家都要遇到一些時間 需要等 但是如果急症的 很急很急 可能已經很嚴重了 那些就可以有優先 真的可以提先的事 我不知道是好運還是不好運 因為現在開始不敢亂說話 你知想不想就很危險 你講你自身的經驗 我講別人的那些 又說你陷害了 又說你錯資料 不要這樣 說回自己 說自己 說自己比較穩陣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幸運還是不幸運 我幾次都是屬於急症 是立刻有人理會我的 譬如我 視網網脫落會盲的 我等了大概排 我首先經一個眼的專科醫生 彈了到大陸家醫院的一個專門做 雷射眼手術的專科醫生 是 治療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很出名 後來等了兩個月左右 我排到期了 分開兩個星期 左眼右眼做 是 又不可以一直做 不可以一直做 幸運做完之後到現在 雖然眼睛的視力是差一點的 嗯 但是不會先瞎 這屬於急症 是 另外有一次看 這裏另外 你看急症 你預計要等 這裏看急症 是等通宵 是很閒閒的 醫院 這裏的急症室 是 因為如果有什麼事呢 通常你第一件事想入急症 是最快醫治的 其實你進去都是等的 就需要這種 buenas Start 假設 例如很簡單 我經常聽到香港人說 肚皮膏 死了 亦尤急症 即是 呢 假設你在這裏 肚皮膏 Dallas !!" 你真的有病ו 它不會馬上回想看ение 因為首先登記 登記完之後 它要平衡你的診 與嚴重 另一陣 머� 직 web 看出ORC 見護士�말ussy 就問你什麼事之後,就會驗一下血 做一些事情,再等 再等下之後,就看醫生有沒有空過來看 兩眼之後,醫生看完之後就說 OK啦,你的症狀暫時是這樣的 我要等你驗血了,再等 驗血拿了你超級生治療完 之後,醫生再走出來就說 你呀,吃錯東西,食物中毒 一天都說了 等一等,今天又不見了醫生 到最後來幫你打針,給你一些藥 你終於就可以了,天亮了 太陽底下無身事,果然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入急症的經驗 譬如你晚上進入,就預天亮也可以 下午就黃昏走,很幸運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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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不可以去別的醫院等嗎? 譬如我知道這間很忙,然後我去第二間 會不會可以幫到手呢? 又或者作為不是住在那區,跨區才算可以嗎? 其實跨區沒有說不行的 嗯 不過其實你去哪一間都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人手啊 是 因為它一晚半夜都不是很多醫生 嗯,嗯,嗯 穩錢多些 所以變成我們這裡的醫療人員 其實我也擔心的 我自己的家庭醫生退休之後 我也不知道找誰看 即是你又要重新 好像剛剛來到加拿大新移民 即是多倫多移民的人 你又要重新再找哪些醫生 再找過,是的 是的 真醫生還要是 是的 而且因為你老經驗那班都退休 現在那班都在退休了 嗯,一定的 是啊 所以變成要重新找過 如果我跟醫生退休之後 我跟新移民一樣 我要重新再由頭來過再找過 是的 所以想著回流回去的 或者想著在多倫多移民的 香港的朋友聽到剛才一幫這樣的說法 看醫生在這方面 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這裡真是非常之重要 是的 而且這裡等專科 真的等 都跟香港有一輩 我未知道去不去到三、四年 但你說一年半載在限定 等如果你那個不是太急的症狀 譬如你說,假設膝頭膏有時 現在很流行的 是,換膝頭膏 那些真的等你很久 香港也是用很多年以上計算 我聽過有看眼尊科那些等三年 是啊 那我猜 那是看,緊不緊要 那我猜比香港好 譬如我現在這隻眼睛 我有一點點事的時候 是 我猜我找回我那個新的專科醫生 都應該半年內我看到的 半年到一年內我看到的 那就沒那麼灰了 那不要那麼灰 原來香港那麼灰的 我不知道香港那麼灰 是啊,如果理論公立醫院 不過香港有私家醫院 那你能付得起錢 那你就去看私家醫院 是吧 免費醫療的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過來的時候有大病 那就真的全免費 做完手術也是免費 各樣東西跟足也是免費的 不過沒有理由 沒有人會貪這些 當然是啦 是啊 但是多倫多沒有私家醫院的嘛 就算我 我給得起 是不是 沒有 你給錢都沒有人來 不會這樣發生 因為整個制度不是這樣的玩法 嗯 那有些人 譬如有錢人就是喜歡私家醫生 私家醫院 可以選擇 可以給錢快些 是啊 但是我們加拿大基於公平制度 那他們都是 說真的 嚴格 基本上 是一事同仁這樣才算 譬如你很有錢的 跟我們這些窮鬼的 都是同樣一條隊去等 這樣的意思 嗯 大家起跑線是公平的 所以就真的 好 大家先預先這件事 多謝你幫忙 今天跟我們說一下這個醫療的事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